不起诉处分结案 可是呢不是做刑事的处理 被告死亡的话 当然所有的真审工作就要停止 可是台南地检署 却用这么多的笔墓 来认定陈英雄是唯一的真凶 当然有很多的疑斗 包括范兰志明 先后两度成立319真相调查委员会 那么也所做的调查 也在各位的面前 那么这段时候 我个人始终认为真相只有一个 应该要查清楚 我也一直就不认为说 两弹是一枪 我一直认为两弹 因为打到我膝盖上来是同纸子弹 陈总统这个委员度受伤 那个证实的是千子子弹 既然一颗同纸子弹 一颗千子子弹 又是在这么短处车弦急速 又大庭广众之下 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在零点零几秒当中 两个人不同的子弹可以打中 所以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我一直都在大声疾呼 但是专案小组还是一直认定 是两弹一枪一人 就是陈毅雄 那么陈毅雄的家属 后来也透过管道 甚至到立法院公开含院 专案小组这里面 把这个陈毅雄犯案的这支手枪 认定根据他的姐夫 黄维藩的指认说是陈毅雄 拿钱给黄维藩去跟黑道分子 来购买这个行凶的枪弹 那么所有的办案 也根据这个姐夫黄维藩的证词 就认定陈毅雄是真凶 但是陈毅雄家属问来问去 没有人讲得清楚 所以看到任何这把枪 那么专案小组也甚至于 到安平港 到这个水平温的水池里面捞了 也没捞到任何枪 这个情况之下还依然认定陈毅雄 等等 是觉得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这样破案的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在书上都写了 我今天以受害人的证据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319这件事情 因为南丽各有说辞 特别是南丽的剧本都说 抓了我们总统副总统选办法的一个规定 如果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过程当中死亡的话 选举不会停止 而且选完以后三个月之内 只要当选的总统定行提名副总统 立法院通过 手续就不正了 那么南丽抓住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漏洞 一直在挑拨说 我是319被设计的对象 这里面一个最具体的证据 就是当时的立法委员李敖先生 还通过记者会 后来用双括号以及传真送给我一份 叫做美国CIA的报告 那么根据我初步的了解 用CIA这只是一个掩护 里面的剧本就是南丽的剧本 那我不认为说这个指控是真的 但是我依然把它列入在本书 作为变为纯真的探讨 是因为这个剧本的确影响了 我们政局很多的变化 我说319是台湾民主的梦变 因为南的人一讲到319 就用不屑的 甚至恶毒的就说 就是阿本在自导自演 绿的就好像略有心虚的 一讲到319就说 反正选举也过去 人也没死了 算了别再谈 就是因为蓝绿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个案子疑云从长 让我们到今天依然蓝绿对决 因为台湾应该是民主的和谐的台湾 被活生真的撕裂掉 这是我心中更大的痛 我感谢上帝 因为319让我提前脚受伤 所以在最后两天 我脚已经没有办法动了 才容许坐高脚椅 假如那一天 我没有坐高脚椅 或者任何一个人站到某位置 根据李昌毅博士的这个见识 这个子弹打在那个弹口 它的高度离地是147公分 高脚椅跟这个吉普车上的高度是140公分 那么这样子弹他的鉴定是147往144下清4公分 4度还用这样来鉴定 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像我这个角受伤做高脚椅 他是直的站的跟总统在意 或者就是总统站在我的位置的话 当场应该是副枪 然后一枪就毙命 所以很多人蓝蓝绿绿 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假如不是神意 不是上天的意识的话 319枪极案 不是后来死掉陈英雄 我第一个就死掉了 如果不是我就是许天才 因为一例都是当地的县市长陪统总统 只要认为人站在我这 这个子弹打 当场应该是死掉 那大家为什么不从这样会被攻陷 所以我负伤心就伤 我这样忍得也累 我就赶快离开